提供长者表演的舞台 本乡社区今年是首次报名参加活力秀比赛 改编了西游记小说中的一小段故事 将孙悟空和猪八戒等戏码融入到舞蹈当中 社区还自己制作了精美的道具 而为了这一次的比赛 长者们从三个月前就开始练习 这几天更是加紧脚步来技手舞步 希望能够在比赛当天获得好成绩 在舞蹈老师的指导之下 关怀据点的长辈认真记住每一个动作 希望在活力秀比赛当天能够获得好成绩 为了提供长辈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 本乡社区今年首次报名参加活力秀比赛 也希望借此让长辈多多活动筋骨 来这里比较喜乐 比较欢喜 比较活泼 我在家里都自己一个人而已 感觉有一个靠有一个厚力 我们都不败 我们不败这个跳舞也不败 我们就是说 哎 感觉是真好啦 然后再按一下 理事长表示 社区制作了一系列的西游记道具 原本过年采接要使用 无奈因故取消 长辈相当失望 为此社区决定参加活力秀比赛 改编西游记章回小说当中的其中一小段故事 将猪八戒汉淑书悟空的故事融入到舞蹈当中 取协音编成西游记也是让长辈们嬉戏 西游记因为今年是猴年啦 本来我们是在这个本 我乌丰公所本来有那个元宵采阶 因为台湾大地震的关系 突然取消 我就跟长辈讲 不要气馁 我们跟这个西游记 我另辟舞台 这个跳舞的舞 另辟舞台 我们绝对有用舞之地 也是跳舞的舞 整天在这里很老的 不然我们在家里自己坐着没看 时间这么多 社区表示 为了这一次的比赛 长辈们从三个月前就开始练习 眼看比赛日期将近 最近更是加紧脚步练习 希望能守继五步 在比赛当天获得好成绩 记者传抓完 台中产品报导